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22日星期四的第三節 我們繼續跟進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韓國 有一位中國大媽入到服裝店被懷疑偷東西 店員叫她去檢查後 大媽不份掌握過一名售貨員 事後有網民發現 這位中國大媽 原來是比利時駐韓國大使的老婆 事件在當地引來極大的民憤 第二宗消息 中國駐澳洲公使王適玲 在發表演講時 說中國不是一頭奶牛 他認為 人們應該想 打算在中國正值盛年的時候擠奶 最終再密謀將他載割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韓國那位中國大媽 究竟是搞哪科 為何要掌刮店員 試完在4月9日的下午2點多 首爾龍山區的一家服裝店 迎來了一名大媽 這名大媽走進店裡 看看服裝 選了幾件衣服來試穿 試完一大輪之後 結果搞搞鎮沒有幫忙 未有購物 就已經離開了 在離開之際 店員就懷疑 這個中國大媽 是不是故意換上了店鋪裏面的衣服之後 未付錢就行人 於是 就跟另一名店員 一起追上前 並向對方查詢 按照店家的說法就是如此 由於這名中國大媽 語言不通 但是店員又擔心 會在言語上冒犯了他 於是就很客氣地 用英語來跟他說 說不好意思抱歉 要求 這名大媽要出事 衣服裏面的標籤 看看究竟 是不是舖子裏面的新衣服 後來這名女店員都發現 原來他自己是擺了烏龍 這名大媽根本上 沒有偷東西的 於是就馬上向這名大媽道歉 並且走進去這家店鋪裏面 整件事似乎告一段落 不是 那名大媽 後來可能想想不奮氣 回頭 接返到現場 走到櫃桌 跟那名女店員來理論 初則口角 繼而動武 這名大媽竟然出手打女店員的後腦 以及掌刮對方 其他員工見狀當然快報警 據報導所說 這名被掌刮的女店員 半張臉都被打得紅紅種種 反映到這名大媽出手極重 後來這名大媽就被網民起底 發現他原來是比利時駐韓國大使 萊斯扣河的老婆 名字叫做霜雪秋 現年是63歲 在中國出生 後來 跟外派到中國的 萊斯扣河認識 兩人相戀 後來結婚 萊斯扣河在2018年 被外派到韓國 雙雪秋也一同前往 雙雪秋還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道教養生粗專家 是專門教授太極拳 難怪打到那個女店員那麼厲害 實情整件事 我都認為那個女店員 是有多少不著的地方 因為你都未曾搞清楚 我走去說 檢查別人有沒有偷東西 但是換轉的角度來說 其實那個女店員他本身也是盡責 當他發現可能出現了一些偷竊的情況 他身為店員是不是有責任去檢視一下 究竟有沒有偷東西 事實上 那名女店員都時刻保持著禮貌 當發現自己擺烏龍之後 也是連忙地道歉 我認為就算他不著也好 他都已經做了很多的補救功夫 根本上是情有可原的 沒有什麼很值得追究的 即使你說 調戲不順 覺得自己不甘受辱 你大可以用一些文明的方法來解決 比如說 寫信投訴 打電話投訴 行不行 你認為他老莽 他冤禮了你 那你就去投訴 這個不是 想想想 不服氣 就回頭回答別人一身 這些根本上 就是 沾染了那種文革的餘毒 這一名雙雪秋現年63歲 即是說他1950年的時候出生 出生不久 在他長大的時期 正直就是文革 他現在那種處事的方式 跟當年的紅衛兵有什麼分別 不對的就打人一身 說你也是一個有身份的人 是不是 你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大貓 你是比利時駐韓國公市的夫人 那你照計都應該要顧一下自己的身份 不顧的 當然他未必是不顧自己的身份 可能就是要有權用到盡 有風洗盡你也不定 因為他作為外交人員的家屬 他就是享有外交豁免權的 但是你有權也不用這樣用 是不是 沒理由說有權 就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在街上脫下褲子 都可以拉不到 因為事實上就是有外交豁免權 但是外交豁免權的原意 就不是讓你那些人 走去濫用的 或者走進店鋪 打人一身 覺得不服氣 不是這樣用的 你看看維也納公園不是這樣寫的 沒有說給你那些 大使的老婆在這裡發花瘋 好了 這件事在當地引來了民眾的憤怒 很多民眾認為 雙雪秋很有可能 不會配合調查 也很難對他作出處分 韓國外交部就決定了 在檢視警方的調查結果以後 會對比利時大使館提出正式抗議 要求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韓國外交部也發出了聲明 希望雙雪秋能出面道歉 平息憤怒 韓國外交部也召見了 比利時駐韓副大使 建議大使館要積極配合調查 不過 比利時駐韓大使館證實 雙雪秋因為腦中風住院 不過 只要他恢復健康 就會配合警方調查 有沒有這麼巧 現在說要調查的時候 他又說中風住院 怎麼中風都打人打得那麼大力 那個女店員半邊面紅腫 他是不是真的中風 可不可信 我真的信不信由你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在昨天 中國駐澳洲公事 黃色玲 去到了澳洲新聞記者 俱樂部發表演說 他就說中國將會堅決捍衛國家利益 澳洲在兩國問題上 不要假裝站在道德高點 他還說中國 沒有刻意破壞中澳關係 但是過去幾年 反而發生了太多有損中國利益的事件 特別是澳洲政府和美國勾結封殺華為的做法 引發出兩國關係的惡性循環 他就說 澳洲是用一種非法和不道德的方式打壓中國公司 並且沒有提供任何有關華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證據 他就堅持是沒有證據 但是最近荷蘭有媒體 就解密了一份 已經隱藏了10年的秘密報告 這份報告就是說到 華為在荷蘭是有能力去竊聽 包括時任的荷蘭首相和內閣成員之間的通話 到底那些是否算是證據呢 好了 接著 黃色玲還說到 2021年是中國農曆的牛年 牛就象徵著力量 人性和毅力 中國人民喜歡將自己描述為 勤勞的牛 樂於跟所有的伙伴共渡難關 共同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 但是中國就不是一頭奶牛 他就認為 人們不應該想著 在中國正值盛年的時候 擠奶 最終再密謀將中國載割 中國對協同合作 秉持開放態度 但是 亦都會非常堅定地捍衛國家利益 這就是黃色玲所說的 實情他作為一名外交官員 以動物來比喻自己的國家 究竟是否合當呢 說到奶牛 又說到擠奶 很容易會讓人上入飛飛 怎麼說不要在中國盛年 擠奶呢 你說這些事情是不是恰當呢 而且這件事也可能反映到 潛意識不怎麼在乎人權 中國那些是人 有人權 不是牛 不是任人奴役 所以沒有理由用牛來借助 當然民間用來自稱 自嘲 沒什麼所謂 但是在這些公開的正式場合 就 我認為不是太恰當 尤其是又說到擠奶 這些噁心 是不是 更何況的就是 你說擠奶 事實上在過去幾年 曾經有中國的企業 跑去澳洲買下了一些奶牛牆 那些就是擠奶了 整個奶牛牆買了下來 就是用來製造這個乳業的 真的有的 真的買了一些大陸的企業 在澳洲那裡買的 那些就是擠奶了 那你只是崩口人妓 崩口碗嘛 你自己去別人那裡買了一個 產業擠奶 你又叫別人不要擠你的奶 那其實你想表達什麼呢 還有就是 他又說要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 其實中國對澳洲都已經實施了貿易制裁 那還可以怎樣捍衛呢 是不是不買澳洲那些鐵礦砂呢 那就不要買了 是不是 但是可以不買的 就問其他國家買 去其他國家那裡 開採 那為什麼還繼續買呢 我又不是很明白 這位黃色玲公使還說 沒有一家澳洲的科技通訊設備公司 是能夠跟華為相提並論的 澳洲的寬頻速度 比起一些發展中國家環要慢 但是澳洲呢 他就是沒有封網的 他是能夠上到全世界所有的網站 不需要翻牆 不需要用VPN 直接上得到的 那麼慢一點也沒所謂啦 他不需要開VPN才能上到的 快有什麼用呢 只是上來上去都是自己的網站 沒有意義的 快得來自有 那就不同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